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然接受有限的生命 参考经文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 想到自己有限的生命时 你会感到心安理得吗 我们与基督同在的生命 虽然永不止息 然而我们知道 我们在世上的人生旅途 并不是永无止境的 终有一天 我们将会离世 并站在我们的创造主面前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中 使徒保罗思考 与神相会是多么重要的事 想到自己在世上的生命 快要结束时 他心潮澎湃 脑海里浮现出 不寻常的比喻 他坦诚地向我们 表白了自己的悲伤 而他也坚定地相信 基督徒拥有的永恒盼望 保罗回想他自己 作为基督的使徒 所度过的年日 他借用了体育竞技的术语 来形容这段日子 保罗说 他已经成功地 完成了竞赛的赛程 并遵守了所有的比赛规则 基督的教导 他已经守住了自己所信的道 现在 他已经准备好了 接受他的奖赏 就是公义的冠冕 保罗一生侍奉中 始终都信靠他的救主 现在 当他在世的日子快要完结 期待在神面前 开启新的征程时 他仍然是这样 始至不渝地信靠他 当我们在世的日子完结时 我们是否能说 那美好的仗 我们已经打过 索性的道 我们已经守住了呢 我们能得到 那公义的冠冕吗 唯有借着神的恩典 我们才能忠心到底 在耶稣的公义上有份 得永远冠冕 并与他同在 让我们一起祷告 父啊 求你帮助我们 时常做好准备来见你 又时常引领我们跟从你 叫我们在基督里 配得你为我们 所存留的公义冠冕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